黄委员您好 最新的 大概是五成多 将于六成 那破案就会起诉 那起诉的定罪率 事实上 只不到五成了 五成或六成 而且 这个是 所有行案里面 这个以有监听的作为 来做 那如果说 以有监听的作为来做 那这样 这个定罪率只有五成 甚至更低的话 那真的监听的这部分 借着这个监听的作法 其实坦白讲 他的定罪率 只有不到 只有两成三成而已 因为五成在折半 所以说我们觉得 其实如果 那其他的手段 这还包括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估计 只是一个很粗略的估计 并不很精确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刑案 譬如说凶杀案 就凶手都抓到 或是他来自首 或是怎样 那切案就像破案 他没有透过这个监听的手段来做 所以所有的行案里面 透过监听来做 而达到因此而破案的 比率是更等而下 是更低的啦 那我们就要来问啊 那为什么法官的这个 对监听票的核准的 这个比率那么高 因为法官的资讯 是受制于减掉的 为什么 他就提出 每个人就提 贪污自罪条例 提出杀人罪凶杀 这其实很重 然后提出 把这个电话这样塞 那提出某个 那个关系人 所以你这个监听票 跟监听票 申请程序 这个表格 我们如果从 从这个文书 的paperwork来看啊 这表格设计 到底有问题 法官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能够问清楚的 这个机会不大 再加上这个 这个 法官通常不愿意 说成为这个办案的 这个绊脚石 通常就会核准 所以导致这个监听 通讯保障监察法 对于 人民的这个 这个秘密通讯自由的 这个保障 几乎形同俱文 所以从体制面来讲 我觉得这个体制面 有问题 为什么法官24小时内 就要 就要准薄 当然也许是为了 办案需要 或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从 从制度 面的设计 一直到 这个书面表格的 这个 这个部分 不用填案号 不用写这个案 如果说当初 这个所谓的 个案 特探 61号 那监听了这么久 法官就有机会 去问 说 这个本来不是 陈法官的事情 怎么会变成这个 他有机会去问 可是问题是 他这个表格 实际上根本就 不需要填案号 填这个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检查机关的 这个案号 所以说 某种程度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 就光是从 体制 以及这个 书类表格的设计 我觉得其实 就有检讨的必要 当然 是不是给法官 足够充分的时间 以及法官 是不是愿意 去深入了解 这个东西 有没有监听必要 这东西是 牵涉到人的问题 还有这个 法的问题 就是说制度 给的时间够不够 我希望说 这个部分 司法院要重新 再检讨 好不好 今天 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还把时间 再给其他的委员 谢谢 谢谢 接着请罗淑磊委员 不在 请杨立凡委员 不在 请邱文彦委员 不在 请陈碧涵委员 不在 请简东明委员 不在 请林嘉隆委员 林嘉隆委员 林嘉隆委员 不在 请萧美秦委员 萧美秦委员 萧美秦委员 不在 请管毕临委员 发言